我在接觸她的衣服 不管了 再接下来直接交给妳 好不好 欢迎邱玉玲 好 大家好 我要先声明 最好今天不是女主族的立场来这边发言 我今天穿这件是因为我们早上有记者会 那我当初被邀请来谈的时候 也没有人告诉我今天的主题是跟公投的 我以为我们今天是来募还的 是 是来募还的 所以现场大家还没有偷出钱的 麻烦等一下离开之前 请把你的零钱稍微都留下来 然后 对啊 所以我是因为看到那个 深翔跟麻烦要来 然后刚好那个礼拜六的那一场 我没有办法去 所以我才想说那我一定要来 对 那我其实 当然刚刚阿滨有说 想要大家谈一谈 那个就是自己过去参与 返和的运动的一些经历什么的 那但是我其实我过去参加返和的活动 都是因为参加了 因为加入了财经会在财经会工作的关系 对啊 就是艾米云师加入了一全团 你不知道为什么一天到我返和 都是因为那个福岛核灾之后 就是说全台湾的生云团 每天都一个 到了310之后 就是大家就是要筹备那个配合的东西 所以我也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 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那个 应该就是那个所谓太阳花旋运之后 然后占领宗教西路的那一次 然后就是当时的 应该是张仪化院长吧 说这个就是返和的人 在就是静坐在那个宗教西路的 他不是在前面那个路上说 好像说我们是恐怖分子 说节肌说是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 威胁政府改变政策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也很生气 觉得很荒谬 就是政府强迫人民 就是一定要去接受一个 大家觉得很不安全的方便方式 那这个到底谁才是所谓的 节肌跟恐怖分子 那那个是我当时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 就是当第一次在台湾被 我们的行政院长称为 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 那当然 嗯 后来当然也有一些机会可以到 像凤瑶 就是绿蒙办的营队 然后或者说我们甚至也有机会到兰语 然后去听到当地居民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其实透过去听到当地人的 心声其实是最级别的吧 就是你听完他们就是很简单的话 也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科学数据 或者是太理论的东西 但是你应该就知道 你一半六你要怎么做决定了 那这个大概是我过去就是 就是在跆拳会工作中 跟反而运动的一些经历 那我今天我觉得我特别想要谈的 比较多的是就是说 音乐的这件事情跟社员运的这个关系 因为我觉得 老实说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讲 之所以自己会加入MGO来工作 或说为什么会想要参加这么多的社会旅行 我觉得其实音乐其实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形容跟启发 那所以我觉得当美式声响 或反正在这些社员的场合出现的时候 就是也不是说只是很感谢他们 都从来不拿 是完全出费 然后这是 这是 对对对对 而是说其实他们的运动 对于很多人来讲 其实是当你对很多议题不是那么了解说 其实你是透过这些音乐的歌词 然后你可能开始对于一些议题 其实是可以 是一个很好的进入门槛 那我自己也会想 就是包括我自己可能在国中的时候 我跟旁边的这一位 这个 现在是变成我的故障 就是当时他也是都有故障 就是当时他们就是 我第一张听的专辑 其实也就是朱约系的那个 我那张叫什么 玫瑰 对 对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专辑了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是听卡带 大家知道我有多老 好没有就是 就是对啊 就是说当你还是一个国中生的时候 然后你听到那个 因为你其实可能对社会运动 对什么社会议题 你可能都不了解 可是很好听 然后而且不是 就是反正因为就是青春起的时候 你可能就比较叛逆 可能一直也没有很想要听 所谓的流行音乐曲 对然后 然后我觉得那些音乐 其实对青少女来讲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情 然后 甚至包括可能国外的一些 可能像 John Melo 或John Biles 除了是 这些外国的歌手 他们的歌词里面所谈论到的那些遗体 我觉得其实都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启发 那 甚至我自己 在大学之后就是也加入了那个所谓的当时 现在应该也还有吧 一一新社传 应该还没有休息 好就是 然后我们可能大学属下的时候 我们是去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去台南的那个冰南 那时候在旗鼓要盖那个冰南工业区 然后当时我们也是一群大学生 大家很热情的就是要去做访问居民啊 就是说那当地的这些不额辣的渔民啊 那你们对于要工业区要记住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那时候也是 反正就是一群大学生 大家就是很天真以为到那边去 就一定准备 每天随时都可以遇到居民 可以给你访问 然后甚至还想说要帮居民组织什么协会什么的 然后后来到那边去的时候 学生就自己那个 营队结束之后大家就自己先吵成一团 然后可能就有很多人离开啊什么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其实心情是很沮丧的 那可是我觉得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们后来就是去了美农 然后就开始接触到僧侠啊 然后接触到美农 凡水铺的这些前辈们 然后也就是才开始发现到说 有一群就是回乡的人 就是回到家乡来去做生育工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有时候可能过去很大学的时候 或者是过去就是接触到的生育工 比较多是看到在都市里面的这种罢工啊 或者是上街的什么时候 那时候就是对就是比较少看到的就是这种 诶 从自己的家乡开始去进行这个社区运动 然后去保护环境的这样的一个 一种运动的模式 然后那个当时我觉得那个东西 对我的启发也很大 包括可能对当时我们在那个暑假 然后大家心灰意人 然后觉得到底我们在这边干嘛 然后就是也我觉得就是重新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就是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啊社区运动就是每就是常常做这么久 然后可能十几二十年很多议题都怎么都没有一些改变 当然有的都有啦 但是有的就好像又倒退回来 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十几年 可能二十年一直重复的在讲很多重复的事情 然后一直repeat 其实大家都怎么都不会回情 怎么都不会觉得烦 但是我也我也要讲的是说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音乐的陪伴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没有他们可能我们也很难一直撑到现在 或者说像那时候像那个在那个立法院外面 那些就是那多久啊 应该不到一个月吧 反正就是就是暂停立法院的那一段时间 大家在外面这样也是一直对 要一直不断的在场外就是不能不能走啊 然后要聚集要叫大家过来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也记得是非常多的乐团 非常多音乐人也是轮流的一起跟NGO在场外排班 然后陪伴着大家 那我觉得这些力量其实都是很重要 然后也是 他不但是可以作为也就是 希望大家去就是作为很了解异题 或者是要进入到SURIDO的一个入门的点 然后我觉得他们甚至可以是一直支持着 大家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伙伴 那所以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每一知道人知道这张CD 就是当时过去其实也很少有NGO 很多社会运动团体用出CD的方式 出音乐专辑的方式来去谈这么金色的人权理题 但是这个应该也是当时的一个创举 那当然后来我们当然也看到像 运萌后来在反馆里面也出了很多这样子的CD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就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媒介 那所以当然后来这张专辑绝办之后 的确有不少人一直在问说哪里才买得到 那我觉得今天当然也很重要 一直在一大中的把它数位化 然后就是大家可以上网去联系 那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可以就是用你的行动来去 不管是支持社会一级社会运动 那也可以支持这些音乐的创作者 那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社运的工作者 或者是音乐的 特别是会关心社会议题的音乐人其实是 是蛮难得的 就是每次要邀请也不见得都也 就是说就是不是所有的乐团 他们都会愿意站出来去 谈这些议题的乐团可能就会觉得很敏感 会觉得会担心自己的市场等等 那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去支持这些音乐人 那我觉得他们支持盛运 盛运的伙伴也一起来支持盛运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互相的一种伙伴关系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点 谢谢 好 谢谢艺莓 那个其实再讲一点心理话 就是说我们其实三个 虽然我现在大学教授在平方大学教授 但事实上就是某种程度也是 这个社运工作者的一个心情 在教授包括参与这些运动 那其实当艺莓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种行业很容易受到挫折 就是说我们这样开玩笑讲 就是在台权会开监制委 叫开理监制委 第一个大法都是我们就是一堆鲁蛇 所有的案子都是失败的 你那个年度勿反几乎都是九成以上都是失败的 勿反是 勿管成功 那个游罪失败 那个修程又失败 然后又被法务部表了又被干嘛干嘛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会碰到的时候 其实就会彼此一吐怨气 有一阵子还会联合办那个连合尾牙 一起办那个伤心者尾牙 这样子 对互相疗伤这样 他们说反而最近都很惨 我就说不会 你看到我们书见吗 也是那刻惨这样子 但是有时候互相打气 有看美龙的满水肤运动 在十分之后 这个成功 然后这个 但是会反扑 后来又成功 又把人压下去 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 我觉得社会运动本身这个 就是有点甘苦疼 但是 我今天重点在音乐 在合适这样子 那那个 我 接下来的时间我想开放给 这个在场一段 听完